哈喽大家好 今天介绍的油泼拳鸡 真的是完全免厨艺哦 只要将鸡抹盐去腥 放入快锅10分钟 就可以享受到超级软嫩却不烂 用手轻轻一拨就骨肉分离 用拳鸡在过年期间开趴 卖相也特别好 做法真的超级简单的哦 首先是要抹在鸡肉上的盐巴 嫌弃用的是昆布海淡盐 在日焯可以买得到 主要是增加鸡肉的香醇 没有的话用普通的粗盐也可以哦 再来是放入汤底的佐料 介绍一下材料 首先把鸡肉洗干净 然后用纸巾擦干水分 内脏的地方也必须擦干净哦 然后在鸡肉上撒些盐巴 开始给鸡肉按摩 全身上下里里外外 鸡腿鸡翅和身体的夹缝也都要磨好 磨好后让它休息10到15分钟 再来准备汤料 将准备好的佐料放进来 然后加入鸡高汤 如果要用蒸的朋友 只要加水就可以了 嫌妻喜欢喝汤 所以会把鸡泡进汤里 把内锅放进快锅中 还不要加热哦 等过了15分钟后 等过了15分钟后 再把全鸡放进来 盐巴不用洗掉哦 汤水尽量淹过全鸡 但小心不要超过定量 加入2大匙的黄酒 喝一大匙的糖 糖可以提味 一点点胡椒粉 有白胡椒的话更好哦 一大匙生抽 盐分已经有了不用再加 盖上盖子锁好压力牛 然后按一般manual 设定只要10分钟 等待的时间来准备油泡佐料 主要是姜蒜辣椒 如果懒得切的话 可以利用现成的罐头制品 切一些青葱增加色泽 佐料准备好了 鸡肉也煮好了 取消按键 然后等自然卸压 约5分钟 3磅以上的鸡 请等10分钟 锅子里面倒入100克的油 不用等油热 先把佐料加进来 锅子用小一点的比较能集中 等油慢慢热了 闻到香味就可以离火了 快锅先压好了 嗯好香啊 赶快把鸡拿出来 放入一个耐热盆里 趁油还热的时候 浇上鸡肉来 再把鸡移到盘子上 剩下的油不要丢 可以炒菜哦 撒上切好的青葱 鸡汤 鸡汤里面也放一些葱 完成啦 是不是超简单的呢 用手轻轻一拨 骨头就轻松拿掉 非常软嫩多汁 蛋鸡肉不会太烂 再沾上自制的酱料 咸气的酱料有这些 浓缩四倍柴鱼酱油辣椒酱米醋各一大尺 酱料可依自己喜好自行调配哦 但是醋一定要加一点哦 可以中和一下油腻感 看这样轻轻一拨就骨肉分离了 非常的软嫩而多汁 剩余的鸡汤 隔天放些面加点料 就又是美味的一餐哦 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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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火 鸡汤 鸡汁 Ibcan 鸡汤